这几天台湾人都生活很正常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可大家知道吗 现在中共正在包围东沙群岛 用民兵渔船 民政船 还有真正的军舰 听说分四层包围 这件这种战术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就使用过了 当时国军跟共军打仗的时候 要向民众问情报 那些民众被中共所收买 中共共军藏在西边 他就跟你说在东边 共军藏在北边 他就跟你说藏在南边 共军有一万兵力 他就跟你说只有一百 所以当时国军 老是被这些民兵给误导 民兵还会帮中共挑担子送粮食 那如果国军要找民众来帮忙搬东西 他们就不干就躲起来 不然就是要向你要金条 如果中共找他们呢 只要一张一张纸条 写说某某日再来再去哪里领 就可以他们就答应 这个就是当年老百姓被中共欺骗到 欺骗到爱中共爱到这种程度 所以台湾人不要小看说 在台湾岛内这些中共同路人 为什么对方明明就是专制体制 你为什么还会那么爱他 那就是说放福了 放福了就对了 虽然明明我们第三者看得很清楚 但是当事者就是执迷不悟啊 也有可能是被那个拍裸照 用美色嘛 中共都用美色 你跟美女在黑羞的时候 他就给你露营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男影的人啊 外省人啊 即使是高级将领退休 到现在还是乖乖听中共的话 你不听的话他就把录影带给你公布啊 你看他们在这个国际的色情网站啊 三不五十就给你公布这个 以前那个很多中共高干的那些录影带 不就是这样被人家公布在国际的色情网站上吗 你看像最近不是有一个高官 在色情网站上按按赞 结果这件事情被人被人家披露出来 为什么有人闲闲这么无聊 在在注意哪个高官在按这个 都有人在监控的 所以说台湾的这些深男的高级外省人或者低阶的 像白朗啊 统促党那些低阶的外省人 他们所有一举一动啊 跟哪个女孩子黑羞 人家都随时监控啊 你在哪个色情网站按赞 人家都知道 随时都准备给你公布 所以说他们都要乖乖听话 所以正常的台湾人你不能小觑中共的手腕 当年徐棒会战的时候 国军60万号称 其实不到60万 那中共有80万正规军 其实不是80万 超过百万 更恐怖的是民兵有500万 民兵有500万 第一圈包围的是中共百万正规军 再来后面还有两层 后面还有两层都是民兵 那个从徐棒会战战场 巧幸逃生的当时的12军团 副军团司令 后来当了台湾六军团的军团司令 曾经在金门古领头战役 还有823炮战 这个胡脸当时都是指挥官 他当初就是从淮海战役 徐棒会战场逃出来的 他的回忆录是怎么说的呢 他当时跟那个黄伟军团司令 十二冰团的冰团司令 这个黄伟一起逃亡 两辆战车 一前一后突围而出 战车当然是容易突围 但是战车来到一座木桥 那个木桥不是很大 结果黄伟就让那个胡脸先过 然后这个胡脸过了以后 黄伟再过 结果他战车开到桥的中间 那个桥就断了 断了 结果这个黄伟就叫胡脸说 你自己逃 你不要管我 我这时候共军已经追上来了 然后那个胡脸就不听 他就把自己的身体伸出炮塔 用机关枪打那些共军 然后叫那个兵团司令黄伟说 你赶快逃 赶快逃 我在这边掩护你 你快逃 然后这个黄伟呢 就就往往那个 用跑的啦 游过那个河啊 然后一直跑一直跑 也后来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最后是被那个共军给葫虜 当时胡脸不知道啊 还一直在那边开枪 结果那个共军全部朝他开啊 那个胡脸就上半身 因为漏在炮塔外面嘛 他上半身就中了好几枪 然后他那个司机啊 看到副兵团司令受伤了 赶快把他拉下来 然后那个战车驾驶兵就一直冲 结果呢 以为说已经冲出第一层共军的包围 没想到还有一群那个民兵啊 这是第二层 那民兵每个人都带步枪 那种比较简单的 正规军用的枪当然比较好 他们第二层用的是比较不好的枪 然后那个就用枪一直打他们 但是幸好是战车啊 如果你是一般的逃跑的士兵 在第二层大概就被那三四百万 三四百万的民兵给打死了 然后好逃出第二层 啊竟然还有第五层呢 那竟然还有第三层 第三层的民兵全部都是拿棍棒的 没有枪都拿棍棒的 他们还本来以为说终于逃出来了 慢慢开了 结果没想到突然间站车都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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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声音啊 结果稍微探头去看 哇一大群像蜜蜂一样 像蚂蚁一样 都拿棍棒铁条一直在打啊 一直在打他们 然后丢很多东西啊 要挡他们 结果就没办法前进啊 那忍太多了 总共有五百多万的民兵啊 第三这样分两层 把他们包围 最后没办法逃 就快要 狐连跟那个驾驶兵快要被抓出来 因为他们就从那个战车的排气孔啊 都把它塞那个稻草 你们不出来啊 不出来没关系 这个排气孔 我都把你们塞在稻草 然后点火 哇那个烟啊 一直冒进来啊 没办法 而且也不能呼吸 所以狐连跟那个驾驶兵就要出来 结果突然间 那些民兵全部被打死了 没打死的就跑 哦 原来是那个第八兵团 刘汝敏的骑兵侦察部队啊 就刚好来了 因为听到远处啊 什么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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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那个 第八兵团刘汝敏的骑兵部队就赶过来 然后结果就这样救了 救了重伤的 虎连跟那个驾驶兵 哦 为什么刘汝敏的兵团会在外面呢 因为那个蒋 蒋中正啊 一直叫那个刘汝敏第八兵团呢 要率他的兵团 去解救 华海战场的六十万国军 啊但是那个刘汝敏胆小如鼠 他就 他就停在那个最外面那个民兵 第三层民兵包围圈的外面那边不敢动了 他就 只是派出那个骑兵侦察兵呢 去看看看看 有没有人幸运的逃出来 如果有就赶快去救他们 结果真的救到了 然后这个 老蒋就 去医院看那个 胡脸 听说啦 这是蒋公 蒋中正 人生只有三次流眼泪 这个就是其中一次 他看到胡脸上半身被打成风波 竟然在医院痛哭 失声啊 咬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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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老蒋第二次哭 是那个黄伟兵团 还没有被歼灭的时候 被包围 他就 打电话请那个白崇曦 号称现代诸葛亮的白崇曦 帅他的 那时候白崇曦 驻军在那个湖南那边嘛 湖南 离那个 徐州这边很远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兵了啊 只好 叫那个广西 这个广西兵团啊 白崇曦是属于广西军团的啊 拜托他 他的广西兵啊 能够二十万呢 调一些 来救那个黄伟 那但是那个白崇曦都不要啊 他说啊 我们去 我们广西人 去徐州救黄伟 那我们铁定死定啊 中共就是要这个打远啊 围典打远啊 谁去就 谁去就 谁就死嘛 我们不去 奖公一直邀请 拜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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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最后 那个老奖竟然哭出来 哭哭啼啼啼 拜托 拜托啦 救救他们 救他们 那白崇曦 不要 不卖你的床 结果奖公 虽然大哭一场也没有用气的这样 把那个电话一摔 就把那个电话给摔坏了 后来 阿爸 我说错了 他不是要去救黄伟 要去救那个杜玉敏 杜玉敏啊 杜玉敏的兵团 还有邱青泉啊 还有那个黄百涛 黄百涛已经被歼灭了嘛 后来被包围的是杜玉敏跟邱青泉 那这个白崇曦兵团 拥有20万兵力 老奖就请他来救 因为老奖大哭一场 又摔电话呢 后来白崇曦不得不就说 好吧 不然我们这个广西兵团里面 有一个部队不是广西人 就是黄伟兵团 就把黄伟兵团派去 结果还真的 真的如这个白崇曦所说的 黄伟兵团去就被歼灭了 最后啊 都逃不出来啊 那个国军六十几万就这样 活活被打死在那个包围圈里面 因为有五百多万民兵啊 包围在外面 你怎么逃 你逃出第一圈的正规军 后面还有五百万的民兵 所以说 现在东沙岛有民兵包围在那边 不要客气啊 替东华民国可以替以前那个淮海战役那边 那时候被歼灭被中共民兵歼灭的那些劣势来报仇嘛 打就把他们打 怎么打 我们台湾有最可怕的武器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火焰枪 我们不用而已啊 我们有那种美军给这个美军技术指导啊 那种火焰枪一喷啊 可以喷五十几公尺以上啊 就用那个来扫 你多少渔船都一样后 被那个黄铃枪火焰枪扫到那个 整台渔船都被爆炸 铁壳船也一样啊 全部都烧起来 用浇水也洗不了 因为那个是磷啊 磷在烧啊 可以用那个来烧啊 BBQ啊 把这些民兵全部烧成烤肉啊 替以前那些华海战场的牺牲的国军报仇啊 民兵你多厉害啊 民兵把他们烧光光了 变成什么火烧连环船 啊再来什么民政船啊 正式的军舰要打来啊 哎呦 很害怕哦 晚上台湾人很害怕 很害怕共战哦 晚上很害怕 你把台湾人当作是 以前的那个外省人部队哦 不敢啦 不敢啦 不然来看看啊 不然你就去看看啊 他在那包围而已啊 是要怎么 唱歌跳舞哦 放营火晚会哦 不然 阿京的你 看你就开窗嘛 对吧 不然台湾人就要很害怕 不然就要很害怕 蔡总统 下令开火 开火然后还要把那个过程呢 都拍成录影 然后即使放送啊 这样台湾人每天新闻打开来 这个即使转播 即使转播国军东沙岛打渔船 打共军渔船 我告诉你那收视率一定很高啊 大家看 中共的渔船啊 民政船啊 军舰啊 但原来 나온国军啊 火焰熊啊 那是adi 管那枪把 咱叫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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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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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prison 快啊 蔡政府赶快给 臺灣人 给 tee 给 easily 给一点娱乐吧 好,谢谢